小张住在嘉兴海宁这辆极客001是去年买的二手车 价格16万7 12月份在咸鱼上看到的 然后呢 我感觉这个价格还可以 然后我就通过咸鱼跟它联系 然后呢 因为海宁离杭州离得比较近嘛 我就直接到杭州当地去看它那个实车嘛 咸鱼的链接写着这辆车2021年上牌 公里数2万多 车矿小钱嘴一套 换了保险杠大灯及其他附件 现已完美修复 小张说他看完车后就付了钱 发现他这个比如说下百币是有点漏油的 然后呢 钱包有个洞什么的啊 他都当面答应我的 修复好啊 就比如说他这个下百币会给我更换 结果呢 到现在都没有给我更换 但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安全气囊这个异常啊 就让我有点放不下心来 我七月份的时候这个空调坏掉了 然后我开过去 他这个安全气囊也没有给我修 足足等了六天嘛 我自己去外面自己去修 一天就修好了 小张提供了二手车销售写一书 卖方是一位顾老板 上面有一行手写的约定事项 写明该车为事故修复车 甲方保修一年 如有问题免费为乙方维修 小张说 目前他的车买来还没有满一年 安全带安全气囊系统升级等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就是如果发生事故啊 他这个能冲出去以后 他这个 就没有卡死是不是 这意思 卡死不了了 还有这个系统升级啊 这个系统 他让我花了五千多块钱 他只管这一次升级的 他跟我说 他现在不管这个了 就是所谓的OTA升级嘛 说是完美已修复的车 为什么我点个升级 他跳出了很多故障码 他跟我说 要换很多配件才能升级 诉求就是给我车修好嘛 最好是就是多少时间内给我修好 给我一个具体的时间 顾老板在杭州九宝开了一家汽修厂 他回应自己并没有拒绝给小张修车 只是汽修厂条件有限 因为我这个电脑他进不了这个极客001系统 我当时就说 我说你这个车子如果 后需要维修 可能都要去赛斯电 因为我赛斯电我也帮他对接好人啊 包括第一次 第一次他说是系统升级不了 我这边我也出了好多钱去申请 他也也出了好多钱 这我也承认的 因为有点东西我这边弄不了 我要求着人家赛斯电 不是说我随时去了 人家就给我弄 你自己去了也是一样 是不是都要给你排队的 你现在给我拿什么六天五天的说事 顾老板还提到他给了小张五百块钱作为修空调的费用 包括我们聊天系统都有 你在外冲了两瓶福利亚 你要问我要五百块钱 咱就平行啊 在福利亚 我们拿过来几块钱一瓶的东西 你要问我要五百块钱 那你又要问我要钱 然后又要让我给你修车 我卖的本身就是一个事故车 小张后来反馈 郭老板答应给他维修安全气囊以及升级系统 前提是退回五百块修空调的钱 他同意了 1818黄金也记得报道